再来看到这样的离谱状况 大年初二有人开车去拜访朋友 但离谱的是他把车停在大楼停车场的出入口 一停超过一个小时 害住户车辆都无法进出 全部被堵住了 大家祈祷干脆报警 车主现在被开单 最高可罚1200元 银色轿车路边缓缓倒车 停好车后车主一派轻松潇洒离去 但不久后警方或报到场 电话打了又打联系他回到现场 因为大楼停车住户 大年初二想要出门 全得过他之关 银色轿车停车地点也太不注意了吧 竟然直接挡在了大楼停车场的出入口 两辆轿车被挡住了 要出来根本动弹不得 这下春节出游真的等一个人了 春节围停惹民怨 二号下午就发生在新北市板桥 这边车主公称到附近找好友 一时疏忽才没有发现停车会影响到人 围停一小时警方也依法开出了六百元到一千两百元的罚单 不过过年的围停乱象不止这一桩 在北投也有民众把车围停在了死向巷口 害得其他人的车辆无法进出 围停下场就是被拖掉 也提醒驾驶可别方便 一时害人等你好一阵子 不知引来民怨 违规的红单也会在新年找上你 记者村长杨文豪台北报道